而在花蓮新城北埔知名的 炒米粉早餐店 是不少人起床之后的用餐首选 但没有想到 在日前有一名 嚣张无礼的奥K 因为不满店员忙碌请他稍等 男子竟然就失控的暴怒 不仅摔飞桌上的餐壳 还踢飞了店家放置的三角锥 行径可以说是相当的恶劣 李克平头身穿条纹上衣的男子 站在店门口对着老板叫嚣 原来几分钟前男子不耐久后 竟然把店家的餐盒通通摔到地上 在踢飞店门口的三角锥 当场砸电 他有排队排一段时间还是怎样 根本没有排 但他来的时候是直接坐着 直接坐着就点拆这样 那时候其他小姐都会在忙 所以他就忙着说安全要等一下 我们小姐说不到几秒钟 他就不开心 可是他讲等一下他就不开心 后来他怎么处理 然后就东西就乱踢 然后我们小姐就跟他叫我从后面出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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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佐又回头再呛早餐店 还拿烟头谈店员 男子恶劣的行径通通被录影存证 插队要吃草米粉 不但早餐没吃到 男子随即接到辖区远警通知 要求他立刻到案说明 男子见店家报案后随即驾车离去 并对店员投掷烟蒂 造成民众手部烫伤 警方到场后该男子已离开现场 所以立即以车追人 目前已掌握犯贤身份 插队要吃草米粉 砸店恐吓又伤人 警方调查这名占性男子 原本就是辖区的治安人口 通知到案后初步征讯 全案将依恐吓毁损公然侮辱 及伤害等罪嫌韩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中华报道 谢谢